第七届进博会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297家创历史新高 今年这些企业带来了哪些新产品 他们期待在进博会这一世界级平台上寻求到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第七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吸引了全球十大医疗器械企业 11家世界500强制药企业参展 着力展示创新药械研发 生物医药技术等医疗领域新制生产力 展区内的这家瑞士医药企业在中国成立公司已有30年 是最早向中国商务部表示支持并参加进博会的老朋友 今年是连续第七年参加进博会 七年来这家企业展出的多款全球创新产品都搭上了进博快车 从展品变为商品 近两年就有16款创新药及新适应证在华获批上市 本届进博会这家又带来了多个进博宝宝和明星产品 有的还是全球首发 在今年我们也在不断地带来我们的新的产品的同时 也带来很多新的解决方案 也特别期待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更多地去跟我们的行业里面的合作伙伴互动 然后实现中国的这样的高质量发展 第七届进博会消费品展区展览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 有来自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00家企业 展区内的这家日本企业除了展示大家熟知的美妆各户产品外 还带来了多款绿色农业新产品 展示其在绿色农业科技农业的创新成果 在本届进博会的技术装备展区 集中展示了全球高端装备和前沿技术 这家德国企业也是连续第七年参加进博会 展示了来自医疗技术 光学消费品 工业质量与研究 半导体制造技术四大业务领域的近70项创新解决方案 我们非常期待能够与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 建立更深入的合作关系 而进博会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